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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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课程叫做 王维与孟浩然 写好的回想一下 唐朝的诗歌分成几个阶段 按时间顺序 第一个是 出堂 第二个是 第三个 公众堂 第四个 晚堂 很好 之前我们学的那四个人 王阳卢洛是什么堂呢 出堂 那王维和孟浩然 他们又是什么堂呢 出堂 还是出堂呀 出堂最厉害的人物 就只有王阳卢洛 接着我们要学的 王维孟浩然 还有边塞奥王 高氏层森这些 都是圣堂的 所以呢 这个人是一个圣堂的全才 来看一下 这里说到了 王维自摩结 这个东西叫做自对吧 自听说过吗 听说过 有人都听说过了 那既然这个是自 那王是他的什么呢 姓 为是他的什么呢 名 然后摩羯是他的 字 大家都知道这个了吗 我看 知道名和字的关系的同学请举手 我看一下有几个 一个两个三个 有一半都知道是吧 那也有人不知道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在现在我们说 比如随便举一个人 你的名字叫什么 王威林 但是如果你在古代 你问 那个人 这个人 李白 你问他 你的名字叫什么 他得分开回答说 我的名叫白 我的字叫太白 所以就是现在的话 名字是一个苹果 一个东西 但是在古代的话 名和字呢 是两个苹果 两个东西 能明白吧 就是名和字呢 不是一个东西 但是名和字 是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名 名这个东西 古代什么人会有名呢 比如说你一出生下来 你非常的幸运 你是一个皇宫里边的小王子 然后你是太子 你有没有名呢 或者说你是个公主 你有没有名呢 有 那古代如果你特别不幸运 你出生到了一个奴隶家庭 你是个奴隶 你有没有名呢 没有 如果这里是一群的奴隶 奴隶们都没有名 那我说 你们今天要去种地 你呢 负责挑粪 你负责下种子 你负责把种子埋起来 你知道我在安排谁 做这些事吗 所以你得安排一下 关系员负责挑大粪 干粥子负责下种子 蝴蝶木哥负责把种子埋起来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清楚了 所以不管你是个皇帝 或者说你是个奴隶 你都需要有名 如果没有名的话 在家里沟通交流简直太麻烦了 那个谁赶紧吃饭了 那个谁去洗衣服 那个谁赶紧睡觉了 到底是谁呀 所以必须每个人都有名 所有人都会有名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东西 叫什么呢 字 字又是什么人会有呢 来我们来举 比如举个例子 那许千文和董浩泽 他们俩身份不一样 许千文比较幸运 他是皇宫的太子 董浩泽比较不幸运 他是一个奴隶 每天负责挑大分 那你们猜他俩谁会有字呢 他 那所以呢 什么人会有字呢 首先他必须得是个男的 在古代的话 然后呢 剩下的那些人有可能有字 但是呢 如果说这几个人 他们比较不幸运 他们是奴隶 以后没有机会上学 那这几个人 很抱歉 你们不会有字 这几个人以后都要去上学 那这几个人呢 就都会有字 什么人有字呢 只要上学的人就有字 对 读书人就要有字 那名和字呢 这个 每个人都会有名 对吧 等你去读书的时候呢 你就会有字 那名和字 有没有关系呢 字是随便乱起的 还是说 经常呢 是有一些巧妙的关系 在里边的 有一些巧妙的关系 第一种关系呢 叫做 名和字的意思呢 非常的接近 就像老虎和狮子的关系一样 老虎和狮子 你看除了 它的毛长得不太一样 眼睛长得像不像 鼻子 嘴 胡须 都非常的像 对吧 所以有一种名和字呢 意思就非常非常的像 比如说 这个人 诸葛亮 亮就是明亮的意思 然后呢 它的字叫做 诸葛孔明 孔就是小洞 小孔 明呢 又是明亮的意思 诸葛明亮 诸葛小孔明亮 那是不是意思非常相近 然后这个 班固 固呢 是兼固的意思 然后这里 班梦兼 梦表示的是 他们家的大儿子 然后呢 兼又是兼固的意思 那这里是班兼固 班老大兼固 是不是意思 非常的接近 嗯 这是一种关系 就像狮子和老虎的这种关系 既然有一丝相近的 就会有一丝相 反的 就像 大象和蚂蚁的这种关系 一个特别大 一个特别小 是不是就相反了 对吧 那比如说 举这个例子 含玉 玉呢 是越来越好的意思 含退之 退步了 越来越差的意思 那到底是越来越好 还是越来越差呢 不知道 这个 验书 书 组一个词语 特殊 所以特殊是和别人一样 还是不一样呢 不一样 那同呢 组一个词语 相同 验不一样 验一样 到底是一样 还是不一样 这是第二种关系 对吧 那就是 意思相反 还有第三种关系 第三种关系呢 比第一第二种关系 能更复杂一点 它就需要你啊 像这个小朋友一样 你使劲想一想 才能想明白 它俩到底啥关系 就比如说 兔子和乌龟有关系吗 有 本来是没有关系 但如果你想到了 那个故事 你就知道 它俩肯定有关系了 会兔赛跑 没错 就有的 名和字呢 就特别烦人 你得想一想 这叫马志远 那就是要跑到 很远的地方去 这叫马千里 它的字千里 千里马 是不是可以 跑很远的地方去 对吧 然后这里关羽 羽呢 就是羽毛 有了羽毛以后 你就可以飞到 长云之上了 飞到天空中 飞到云朵上了 就是关羽毛 关飞天 是不是 有关系 今天的这个人 要学的这个人是谁 王伟 他的名和字 又是什么关系呢 也是得那种 时间想一想 才能想明白 这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他要字 摩羯呢 是因为啊 古代呢 有一个 佛教人士 一个 一个佛 这个佛教里边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佛 他叫做 维摩羯 这是他的雕像 那这个人看着就是一个 很得道高僧的样子 然后呢 他还写了一把书 叫做 维摩羯经 有人看出来了吗 哦 哦 所以呢 王伟 加上 一个佛教家庭 一个王摩羯 合起来 他的名和字就变成了 一本书的名字 就是 维摩羯经 对吧 那他妈妈给他 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说明他妈妈特别信什么呢 佛 佛 王伟自己后来 也特别的信佛 哦 所以以至于后来 还当去当隐士了 那所以这个人呢 叫做师傅 那 这种名和字的关系呢 就是 名和字 加起来是一本书 明白了吧 所以呢 如果你特别喜欢 哪一本书 你也可以这样 起自己的名和字 就把这个书名 给拆了 那 这就是王伟 师傅 那这个人 是从小就决定 我以后要变成一个和尚 我不出门吗 肯定不是 对吧 那这个人 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 所以从小呢 受到的教育就特别好 是一个特别多才多艺的人 他叫做书画奇才 书法也很好 画画也很好 来 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来欣赏一下 王伟的书法和绘画作品 苏氏 宋朝的大文学家苏氏 有一个更棒的评价 怎么评价呢 为摩羯之诗 摩羯 就是王摩羯 王伟 品味摩羯的诗 诗中 有画 他的诗好像充满了 那种画面感 每一首诗都能让人想到 很多很多的画面 诗中有画 为摩羯之画呢 画中有诗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这是苏氏对他的赞美 写好的想一想 除了这个绘画 还有书法 这个才华 王伟还有什么 别的才华 写诗 唱歌 音乐 音乐才华 这音乐才华 那不是他自己擅长唱歌 考试才华 是的 他都要 我们看下一个才华 就是呢 他是个音乐奇才 然后看一下这幅画 这幅画有人在干嘛呢 就在弹琵琶 对吧 然后可能在这边 还有人在弹琴 有 如果看到这么一幅画 你能看出 有这个人在弹什么曲子吗 我没知道 我不知道 比如说 你们现在不会弹鼓声弹琵琶 你们会弹钢琴 对吧 如果看到这么一个钢琴家 做了这么一个动作 你能猜得出 他在弹哪一个曲子吗 快活的 当当地 当当地 确定你一定能猜出来吗 不能 但是谁可以呢 王维 王维可以 王维去到他好朋友家 那好朋友家呢 墙上就挂了那么一幅画 按乐图 就是有人呢 在按着这个乐器的这些按钮 朋友挂了很多年 没发现这个画有什么特别之处 王维一看 嗯 这幅画正在弹的是 霓裳语曲的第三叠的第一小节 哦 他的朋友 吃惊了 你怎么看出来的 对还是不对呢 不对 没有鼓子 王维 说完以后就回去了 对 他的好朋友呢 就特别的激动 就请了一整个的乐班子 就照着这么一个图画 每个人呢弹奏礼拜的乐器 果然一弹 王维答的 王维猜的是完全正确的 所以这个人是不是超级懂音乐 特别音乐天才 对不对 他的音乐才华 还使得他变成了唐朝 最最流行的作曲家 哎 这是怎么回事呢 唐诗 大部分唐诗 只是用来欣赏的 还是说是用来唱的呢 用来唱的 都是可以唱的 那 来听一下这个音乐 这个音乐是什么时候流行的音乐呢 对 我扮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太好了 好 这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江南Style 对吧 那唐朝最流行的是什么Style呢 就是这个 魏城曲Style 哇 可以 魏城Style 魏城Style 那是唐朝所有的老百姓都会唱的一个歌曲 就像你们现在所有人都会 Opagangnam Style 是不是 当时呢人们都会唱这个魏城曲 那这个魏城曲是什么时候用的呢 劝君更尽一杯酒 送别 送别用的 就像王伯还记得怎么送他的好朋友吗 然后给好朋友一个熊抱 然后告诉他 别哭别哭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临 没什么好伤心的 这个人呢 他伤不伤心呢 伤心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写了什么内容 魏城 沉昭雨一清晨 魏城就是当时的首都哪里 城安 昭雨是下在什么时候的雨呢 早上的雨 那魏城昭雨一清晨 对吧 清晨呢就是轻轻的灰尘 那这个雨跟灰尘有什么关系 雨能把灰尘怎么样呢 弄湿 弄湿 所以冲掉 那意呢就是湿润的意思 使得这灰尘变得非常的湿润 客舍清清柳色心 客舍就是 他和他的老婆要住的那个 铝舍 他的可能他们并不是在长安这个地方 有自己的家 所以得住铝店 明白吧 客舍旁边呢会有柳树 柳树是什么颜色的呢 绿色的 那大概是什么季节在宋别呀 春季 客舍清清柳色心 为什么这里必须要提到柳呢 因为柳树是春天的一个代表 非常好 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特点呢 宋别时都喜欢提柳树 而且他们喜欢提这两个字叫做折柳 现在送别通常都是在机场车场送别 对吧 古代会在什么地方呢 在长亭送别 这长长的亭 这一块呢都是亭子 你们去过颐和园吗 颐和园就有一个大长亭 对吧 特别长的亭子 你也见过长亭 不过我今天是直的 那弯的直的都有 通常呢你就去长亭送你的好朋友 比如说董浩泽他可能要去埃塞尔比亚工作了 那我们大家都去送董浩泽 然后呢本来想送到这个地方就好了 可是呢又有人说 我舍不得他 好那再送一段 好再送一段吧 再送再送 终于跑到这里来了 这是江水了 这是渡口了 我们还要继续送吗 把它送到海里去 不行了对吧 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不会超级伤心 那在长亭这地方 通常长亭旁边会种什么树呢 柳树 这时候我们大家都会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这个柳树呀 它的柳枝给摘下来 一起送给董浩泽 董浩泽 为什么要送柳树呢 因为柳和一个音特别像 柳 柳其实呢和柳的声音特别像对吧 送他柳树是希望他能留下来 但是通常你的好朋友呢会接收你的柳条 然后呢马上就上船去了 根本就不管你在那里有多伤心 所以王维呢他可能也送了柳条 然后他觉得还是很受不得他好朋友 接着他又干嘛了呢 劝君更近 一杯酒 来 再喝一杯 再喝一杯 所以有可能是想把他灌醉了 所以有可能是想把他灌醉了 哎呦 就我们大家快把他给扛回家去 不让他去了是吧 嗯 所以就是这样 劝君更近一杯酒 嗯 通常古代呢在劝君 君通常都是用这个君 君子就是指对方 啊像那个 宋多少佛之人蜀州里吧 也有一个君 对吧 与君离别意 就是这个君 不要再写军队的君了 明白吧 西出阳光无故人 你向西行 出了阳光以后就没有故人了 阳光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是个这样的地方 荒凉 很荒凉 古代的一个边疆要塞地区 出了阳光以后呢 那就是边疆地区那个地方 就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在那里 打仗 打 所以你通常去那边以后呢 就不会有好朋友了 阳光是一个古代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 在现在阳光这地方 还会有一个雕像 有这么一个老头 还在这里举着酒杯 谁呢 王维 当然是王维了 这是王维写的最流行的 魏城取杀 嗯 那魏城 王维这么受玉珍公主的欢迎 其实他也非常受皇帝的欢迎 小小年纪就当了官 可是这个人是一辈子当官 特别顺利 当到了宰相还是说 当到一半不当了呢 一半不当 辞官 辞官了 他去深山老林里 过上了隐士的生活 是不是很奇怪 好端端的你去当隐士干嘛呢 最重要的理由呢 是王维是一个特别清高的 这么一个人 当官呀 会有好的那些官员 但是更多的是一些贪官 经常贪污国家的财产 非常的腐败 王维呢 就看不惯这些 有的人看不惯就去给皇上举报 有的人呢 非常看得惯 就跟别人一起当大贪官 一起享受这些金银财宝 但是还有一种人呢 就是王维 他既不去举报 他呀 也不想跟别人一起同流合污 他选择了 我要离开 我要去过上 我自己才想过的那种生活 就去当了隐士 嗯 你们觉得隐士是 隐士的生活是特别的帅气 还是说特别的辛苦呢 帅气 特别的帅气 辛苦 辛苦 来了解一下隐士的生活 到现在呢 中国还会有一些隐士 可能会生活在 中南山那些地方 就生活在一些深山老林里 不跟正常人打交道 不跟正常人打交道 比如说隐士住的地方 哦 你知道 有一种原始人 叫山顶洞人吗 就住在那个山洞里 对 或者说你们有去那个周口店的 那个北京人的遗址吗 就住在那些山洞里了 挖一个洞 然后自己都住在那里 现在的人大家都住大房子了 对不对 只有一种人 他们会选择还住在山洞里 就是隐士 住在这里 那这里不是山吗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洞 那你也得把这个洞口呢 修起一下 用一些石头把它 这个稍微 这个修饰一下 嗯 哦 这是一种 当然还有一些隐士 比如说像这个隐士呢 它可能 它不是住在有石头 有山洞的地方 它住在有一个大树的地方 那这个隐士呢 它可能会选择说 用几个木桩 把那个大树桩又给围起来 然后在四面八方 抓上几块烂布 就变成了它居住的地方了 那这种生活 虽然说不会被人类给拔老 但是可能动物会经常跑到你家里去 就是各种小蚂蚁小老鼠 这些还不算 有的时候可能熊呀 或者老虎也会跑到你家里去 所以基础的条件好还是不好呢 当然是非常不好 吃的好不好呢 现代的隐士还有面吃 当时的隐士呢 每天都要扛着一把锄头自己去种地 然后自己种一些小菜 然后种一些稻谷 甚至说 甚至说你还得 去挖草根 吃草根 树根 或者茶道 爬到树上去摘一些野果 野花 它们吃的非常的不好 对吧 那还有一些别的 也非常不好的 还有呢 穿的衣服也非常的糟糕 那它们为什么要当隐士呢 就是因为它们是一群拒绝当官的人 有点赞 有点赞 就是它们是一群拒绝的 你会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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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赞 那些人 有点赞 那些人 有点赞